10月11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召开紧急外长会讨论巴以局势 并通过决议呼吁冲突双方保持克制 立即停火 重振和平进程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院同阿盟等各方保持沟通协调 积极劝和促谈 打破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关键在于回到两国方案的基础上 恢复和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相近 双方都呼吁尽快停火止暴 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 防止局势升级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双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切实发挥作用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支持 推动尽快重启和谈 汪文斌指出 巴以冲突反复上演 根本原因是中东和平进程偏离正确轨道 两国方案基础不断受到侵蚀 联合国相关决议没有得到切实执行 中方愿同阿盟等各方保持沟通协调 积极劝和促谈 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重回正轨不懈努力 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 保护平民 国际社会应当切实发挥作用 共同推动局势降温 及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打破巴以冲突 循环往复的关键 在于回到两国方案的基础上 恢复和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实现巴以和平共处 汪文斌表示 中方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接触 推动停火止暴 帮助缓解人道危机 袭击劝和促谈 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 发挥建设性作用 总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